昨天暗光台舉辦的創作人音樂會 是Beyond首次復出的表演幕 所以堂下歌迷一見到他們的出場 就變得很激動和很熱情 而且還不停地叫他們的名字添薄 你們和香港的樂迷都復了一段時間 重踏上舞台唱歌的情緒感覺是怎樣 我很緊張因為沒有見歌迷那麼久 不多不少都很緊張 但是我們出台之後 聽到很多歌迷給我們支持的聲音 喝彩聲 那心情馬上會興奮 沒有那麼緊張 可以投入音樂裏面 很感謝我們歌迷 嘉強呢 未出場之前真的很緊張 其實一直聽著他的舊的歌 其實那時心情都很難控制 在後台聽的時候覺得 真的想起很多東西 不是那麼快按得到 到出場的時候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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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 自己一想 一想那方面 不開心那些就馬上彈 用多點力來彈 希望把集中注意力 在音樂裏面別想太多 由於昨晚的音樂會 有一部分是由歌手去演繹 三位今年去世的音樂人作品 所以氣氛比較相感 是呀 當大家唱到家區和Danny 昨天阿強的歌的時候 都感觸良多 那你站在舞台的時候 你們見到家區平時站的位置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有甚麼回憶 這樣 你猜呢 你說 其實我不 剛才一樣 我不是很敢看那個位置 其實我 自己倒下頭在那裡彈的時候 就 經常都認不住 跟以前一樣 就是沒有變 就是這樣 自己沒有刻意去想 就是當他在那裡 他一直都在我們身邊 就算我看不到那個位置 是啊,我也知道他和我們一起玩樂樂團 因為以前我們是 一向是四個人 我已經被他預約在舞台 一起來和我一起玩 那你剛才在後台聽到其他歌手 你演繹你們的作品的時候 你們又有甚麼感覺 我就是覺得 想回很多很多以前很開心的 或者爭辯的事情 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 那時那刻 就覺得心情就不是那麼好 我好多謝今天來到唱家居的歌的朋友 因為他們其實比我們支持得很大的 所以我好像家居這樣說 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但我想另一方面就好多謝他們 無論家居的人在不在 他的粉絲一樣支持Beyond 是啊 甚至散場之後他們都不肯走 見到後頭有車出來的時候 還企圖衝出去 一手海闊天空可以代表Beyond 和歌迷一起的奮鬥 希望大家也一樣 不要忘記自己理想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